这个位置是桌方电瓶的位置 那我现在把它打开 这上面一共四个螺丝 打开这个电瓶盖的时候 先把后面 把线索然后往后拍 平着拿下来 放到一边 这里面有一个底座 这个底座呢 当我们在装小电瓶的时候 这个底座必须要撑在下面 如果在装20A的大电瓶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它把它拿掉 现在我具体的这个装电瓶的 这种方式 方法 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个扎的 这里面我们要首先 确定一下 红色的这一根长的是正极 这一根是电源的负极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电源正极比较长 那么我们在装电瓶的时候 预留的那个正极线 就要在 长的这一端 负极线要在进 进负极线的这种 这是一组 20A的电瓶 现在我 把它拿出来 这电池上面红色的就是正极 那个蓝色的就是负极 我们当然看的话 有个正一个负 你看出来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负极 那么我们要靠近负极这一段 那我们第一个先把负极 负极线 这样去 接线的原则就是正负极 正负极 现在我们接了负极 那么这个电瓶的正极就要连接这个电瓶的负极 这个千万不能接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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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上去 剩下一根 留下一根这是正极 那我们最后是零块也是个正极 那么现在可以保证这线没有接错 如果我们怕接错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离这个铜的这个这个接口这一端 远一点的距离 我们去碰它一下 如果是轻微的跳 那就是没问题 这是我们是接的 如果是跳口很厉害的话 那么注意有可能是接错了 或者拿着有短路 要必须要先去带一下 那这是我们的电瓶的线去聚好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把这钥匙拿下来 那这是我们看到 现在电量是百分之百是满格的 电源指示灯也没点亮了 那么这时候证明我们的接线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转向灯指示灯 大声 也是亮的 然后老爸 然后我们再抓住转板试一下 好 后来运转正好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电瓶盖 给它盖好 还是平在那个最下方 平平的推进去 那后面清晰看一下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四个螺丝装好 那么电瓶就装到位了 谢谢大家 词曲 李宗盛